其实刚开始进入演义圈就已经有挫折 进入演义圈之后开始拍戏就觉得拍戏真的是很美 11月27号凌晨 仍在室外录制综艺的高以翔倒在了跑道上 只留下了一句我不行了 消息爆出后整个网络都沸腾了 不敢相信作为运动健将的男神会如此突然离世 有网友赶到停录后的现场缅怀高以翔 现场来不及收拾的道具 与爆出疑似高以翔催死前最后画面的场景相符 仿佛能看到他因体力不支而扶着扶手艰难爬坡 据台媒报道称 高以翔的友人在街道噩耗后狂哭 其未婚妻也已经随好友搭飞机赶赴浙江 预计今日将其遗体运回台北 看到他未婚妻前来 网友想起了少年高以翔那个如今无法实现的愿望 将来可以陪自己的孩子一起打球 希望不要太老 对啊希望还可以有提力跟以后可能小孩长大的时候跟他一起打球 粉丝哽咽 以想不出话来安慰他即将过门的妻子 艺人朋友们也停留在接受事实发生的震撼中 小S 赵又婷 王洛丹 余正等 也痛心发文悼念挚友 警告其他同行保重身体 真爱生命 娱乐从业者也呼吁树立行业规范 关注演艺人员心理和生理健康 第一个正面质问节目组的演员就是徐征 发文指责节目组安全防范意识太差 一定要负责 罢的有网友留言 担心艺人参加综艺 是已经签过免责合同 节目组还能负责吗 有律师表示 即使签署的合同有免责条款 也不表示节目组可免责 粉丝瞬间松了一口气 据同样录制该节目的钟楚希说 自己录了两期坚决不去了 心脏受不了容易出事 连续吃了三天塑校旧新闻 陈伟婷之前采访时也吐槽 太难了 是真的感觉是太难了 每一次回到酒店 收工的时候都凌晨六点 七点 我一直说我喜欢运动 但是没有到这个地步 到凌晨到早上还在 突然的高强度工作量 可能对艺人是常态 但艺人本人与制作方 是时候敲响警钟了 演艺圈需要良性的工作生态 昨天拍戏到凌晨五点的赵薇 得知高以祥的事情表示悲伤 并且以此为警醒 她本来还要连着跑的几个活动放下 决定暂时放自己休息 身体是自己的 不只是艺人 挨动 网友们也要在冬季高发期 注意身体 防寒保暖 可理运动 定期检查 保持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